收盘了 可以说今天的大盘是惊心动魄 基本上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我们前面讲到了 目前指数在3600点附近 距离早期的低点3300多点 已经涨了很多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 不用太过于担心右空 反而要担心右多 什么是右多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比如说短期缩量快速上冲 后面加速回落 就容易形成这种右多的格局 那么今天这种走势是右多吗 从整体来看 我们要理性分析 首先我们讲第一点成交量 今天两次合计的成交量有9500亿 这个量能相比于前期有所减小 所以说量能不足 特别是在上午指数上升的过程当中 量能并没有有效的放出来 反而在下午回落的时候 量能逐渐增大 尤其是尾盘的时候 说明这个位置筹码松动的比较厉害 那么即昨天单边下跌之后 今天指数短期快速反弹之后 下午加速回落 那相对应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特点 今天的低点 低点刚刚好 又是在3580点附近 非常巧合 这一段时间可以说这一周 基本上每天都接近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指数 它收盘位置已经两天连续在五日线以下了 而今天刚刚好是在支撑位置 那相对应的明天早盘一开盘就非常重要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 今天的话涨停的加速依然不少 有110加 而我们看到今天有一点需要注意 也就是封板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有开板的就有42加 那么我们看今天市场的话 轮动速度也非常快 整体来看在上午指数上升的过程当中 很多板块都有拉升 包括煤炭 有色 钢铁等为代表的周期股 另外化工等等 都有快速的拉升 而且包括科技类别的数字货币 5G产业 天然气 包括上海自贸区 另外锂电池等等 可以说今天快速拉升的板块很多 所以我们看今天涨停板的数量也比较多 但是今天封板的成功率不足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我们以前的课程当中有跟大家讲过 当市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往往会有很多板块 呈现快速的这种轮动上涨 轮动上涨直接会导致指数的上升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很多板块拉一下之后砸下来 另外又有一些板块拉一下之后砸下来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板块冲高回落 对吧 非常明显 特别是酿酒 上午的时候涨得非常多 到了下午之后呢 涨幅大部分都回谱了 那么这种快速上冲会导致指数 形成这样的快速上冲 但是它的回落也会导致指数的回落 反而我们看到有新的热点跟随之后 就形成一浪一浪的往上涨 而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所有的板块都轮动之后 它一天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那么所有的板块都涨过之后 就形成了这种高位的回落 也就像海浪一样的 每一浪每一浪最后打在沙滩上 直接出现了这种结束退潮 那么这也是每一轮行情的特点 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往往行情的话就会遇到转折 那么这个位置的转折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不用过于的这种猜测 因为整个指数我们只要考虑关键位置下方支撑就行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前面讲过的波段 怎么利用波段呢 我们前面讲的非常详细 主要使用30分钟级别的KDG指标 因为指标不会骗人 接着我们看 这种30分钟级别的KDG 我们前面讲到了 如果说接线向上的话 那相对应的 它指数也更容易向上 接线掉头向上 形成金叉 它的上升 如果说接线在一个位置快速回落的话 那就形成回落 那相对应的可以把握 这种高低点的这种波段 因为大部分时候啊 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 当一个个股上涨之后 如果不能在高位兑现的话 那其实还是纸面财富 如果说能做一些高抛低息的话 特别像今天这种情况 下午加速回落 满上KDG就反映出来了 那就可以把握波段的机会 做股票其实就是做生意 做生意的话就是能够控制成本 那控制成本的话 其实就是赚来的钱 非常好理解 因为你的成本降低了 相对来说未来股价的这种波动 你能够获取的这种空间也就更大 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回落 你能在高位做一些波段的话 那你可能成本能降低两个点 这两个点啊 大家要记住 波段出来的两个点 比你赚两个点要容易更多 有的时候指数 有的时候短期包括个股涨上去 是涨了两个点 感觉很容易 但是它涨上去 不能说它在哪个时候就不会补跌 对不对 但是啊 如果说实实在在的用波段降低成本的话 那才是实在的 所以说我们要利用市场当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 来帮助自己 接着我们来讲啊 大家看到了今天指数冲高回落呢 其实整个市场的风格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我们前面讲到了 如果说货币短期升值的话 那白马股 特别一些权重股走的会好一点 包括机构愿意买 北上资金愿意买 那相对应他们一般是选择大权重 如果说货币贬值的话 就相当于钱不值钱 钱不值钱什么值钱 那相对应的会是一些产品 包括原料 那周期股可能就走的好一点 包括我们看到啊 今天整个货币的话是走弱的 所以整体来看 今天周期股包括制造业走的好一点 因为有通胀预期在 所以如果把握了这个货币这个原理的话 相对来说后面对于热点的把握也会更好一点 这两者之间就可以做好切换 毕竟的话在开盘之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货币的表现情况 这是第二条因素 把握市场的这种节奏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讲到了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指数啊 现在还是在一个区间内震荡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两个特点 什么特点 首先第一点啊 虽然说还在这个区间 前面涨上去之后 在高位震荡 但是啊 目前的话 我们看五日线啊 昨天指数收盘是下跌到五日线以下了 今天的话 冲高回落还在五日线以下 那下方的下一个支撑呢 其实就是十日线 三千五百八十点 三千五百八十点跌破了之后呢 就是二十日线 按照这个逐个来研究就行了 当然我们希望它不跌破 如果说正常的回踩 快速拉上去 当然是最好 因为这段时间 很多人认为下跌就是洗盘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多做评论 而我们要知道 整个洗盘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 无论是在牛市还是熊市当中 它的洗盘往往是快速的 而快速回落之后 往往会伴随着快速的反弹 而我们看到今天尾盘跳水之后 就需要注意一点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出现了回落 到达支撑位置之后 它需要一个快速的反球 而不是在这个位置磨来磨去 它必须伴随强反弹 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既然是洗盘的话 那就快一点嘛 对不对 快速这种打压 导致恐慌盘出逃 恐慌盘出逃了之后 马上快速拉上去 不给大家再进来的机会 那才是洗盘 对不对 那么这一点的话 特点一定要注意 能够判断它到底 主力在这个位置有什么意图 当然了 整个券商板块的走势 也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券商板块 今天走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 那大家也知道 整个券商板块 由于其特殊的属性 那相当于就是市场的晴雨表 这个位置 券商如果能够站稳 继续向上的话 那指数向上 如果说券商一蹶不振的话 那指数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因为未来到底有没有利好 在券商板块来说的话 有一定的预见性 它是市场的风向标 好 我们今天的大版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